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人际关系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人际关系的第七讲 人际信任与人际关系 首先我们还是要介绍 今天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包含了有单元目标 人际信任的概念 人际信任的意义 人际信任的特性与发展 以及人际关系与人际信任的发展 好 我们首先在单元目标 这一讲结束之后 就会希望同学能够了解哪些事情 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的单元目标 首先希望同学能够了解 人际信任的概念 其次能够说出人际信任的意义 再来能够说出人际信任的特性与发展 最后希望同学能够体会 人际关系与人际发展的重要性 好 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的是 有关于我们的主题了 就是人际信任的意义 我想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很希望人家说 我很信任你 我们被人家信任 大家是很高兴的 常常在职场上 我们就听到人家会说 我的老板很信任我 然后就沾沾自喜 可是我们从学理上来看 信任是不是真的是应该沾沾自喜呢 因为是很多相关心理学的研究 做出来说 事实上人家信任你 是人家不得不的 不理性的行为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不要沾沾自喜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人际信任的意义 首先呢 对于信任的定义 我们来看 Hosmer他在1995年 他指出 信任是个体对预期的损失 可能大于利益的 无法预期的事件 所做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那这包含了三个基本信念 好 我这边先稍微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老师对于这个Hosmer他 他讲的信任的定义 就是说我们对于未来的世界 没有办法预期 比方说我在学校 我这个期中考没考好 那我期末考还没考 我知道会考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那这时候呢 我就会希望要考好 我就会去做一种因应的行为 那这个行为是操之于己 可是我自己能够决定吗 也不见得有的时候操之在老师手中 因为老师会觉得说 这个你平常都表现不好 常常没来上课 然后呢 其中考又考这么差 我一定要给你小修理一下 我一定要给你小修理一下 所以你要是没有考得很好啊 你们就别想过 老师常常不指明这样告诉学生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担心了 我就会赶快想要努力 所以可能就特别常常有事没事拿功课问老师 老师这什么意思啊等等 让老师觉得 这个孩子有进步哦 他很努力了 那我呢就觉得老师认为我有进步了 我相信老师会看到我的努力 相信老师在期末考我努力之后 有成绩就算没有很大进步 至少老师说并给我一个同情分 所以我这个我信任老师 是一个不理性的选择行为 这样大家知道 也许我们用老师来信任 大家觉得 有点跟一般社会在讲不大一样 我们再拿讲一般企业好了 比方说我在做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需要一些经费的支持 但是公司呢没有很多的经费 我又希望有经费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知道我一个同事小王 他跟主管的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哎呀真的你真的很棒 你看这个老板都那么器重你 我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那小王可能就是觉得沾沾自喜 这个时候我就接着说 我有一个计划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 可是呢要是经费没有 我就真的完蛋了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这小王这时候也许就说 那这我帮你去说说看 然后你就说 我就会说小王你去讲一定没问题了 这万事OK 有没有 我很信任你的能力等等 这就是对于未来事件 我没有办法知道是怎么样结果 我所以是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选择什么 选择靠人家来帮忙你 人家会不会真的帮忙你 不知道 所以这叫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所以同学我们以后人家说 我信任你的时候 不要太高兴了 好 接下来来介绍就是 信任包含三个基本的信念 这三个基本信念我们来看 第一个是 信任是个体的一种预期 因此呢会出现因应行为 好 第二个是 信任的先决条件 是源于对未来事件 无法预期才会出现 第三个 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 大家看这三个信念 是不是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当中 都涵盖了 因此说 我们希望很多事情 我们不要靠着信任别人去解决 因为你靠别人 不如靠自己 所以靠自己是 自己能够掌握 也许不能够百分之百 但至少你已经尽力 就知道大概的结果了 除非你说我去买乐透 那是没有办法的 这样同学了解 所以这边就是说 三个基本的信念 接下来再介绍是 人际信任的四个层面 那这四个层面呢 我们现在来看 第一个就是行为层面 行为层面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理性的选择行为 第二个是能力层面 就是为因应未来生活的一种方式 第三个是人格层面 就是信任与不信任 第四个是动机层面 就是源于无法预料的未来 好 我们现在分别再来解释一下 这四个层面 刚刚讲第一个是层面什么 行为 我说过这是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非理性的行为 刚刚例子举过 好 第二个是能力层面 我们说希望就是为什麽会谈到信任 就事实上这是生活上必须会碰到的 我们很多时候 比方说我们第一个 我们拜托人家做事 我们在考试 或者我们在职场的一些考机等等 都是牵涉到这一项跟能力有关 那有的时候能力 自己真的很有能力 有的时候还是没有用 需要靠一些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老师前面举的例子 需要一些周围的人来帮忙你 我们借着说我信任他 让他得到心理的满足 那也许真的可以协助自己 好 刚刚提到第三个层面是人格 人格的层面 老师刚刚提到的是有信任跟不信任 因为在我们生长发育当中 我们说有口腔期 婴儿期等等 这生长发育的阶段 我们在口腔期这个阶段 发展的好跟不好 就是信任跟不信任 比方说孩子他刚刚出生 他没有办法靠自己 他饿了想吃东西 于是妈妈或者保姆就给他吃牛奶 他就满足了 那或者他尿布尿湿了 他就哭 结果人家帮他换尿布 他就好了 这时候他对周围就会产生信任 这所谓的周围就是环境 他对环境会信任 因此常常在老师所带领的学生当中 就有发现很多孩子是非常相信别人 但是有的孩子他没有什么挫折 可是他就是不相信别人 其实跟他过去成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在成长环境当中 如果刚刚说的 他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 很好的关切 他就会影响以后会不信任别人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人格的层面 那还有最后一个介绍是动机层面 我们说是对于无法预料的未来 对不对 谁可以预料未来 没有人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说借着信任来调整自己的一些心理 好 这是刚刚所说的 这人际信任的四个层面 好 再下面就介绍人际信任的特性与发展 人际信任它分成四个特性 第一个是自我表达的双层性 就是说个人表达可能表理不一 这边我说明一下 怎么讲会表理不一呢 我们有的时候人家说过些日子 我想请你帮我跟某某人讲一下 那这样也许我做事会比较方便 或者你是校长 是不是我们这跪校在用人的时候 我会去apply你给我一些鼓励指导等等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好好好 对不对 可是这个好好好是真的好好好吗 不见得 很多是应酬化 那但是呢 老师并不建议大家轻易地用这种方式 因为这在英文口语就叫做leap service 就是说leap就嘴唇嘛 就换句话说 你只是口慧而实不至 那这样子长久人家就会对你不信任 觉得你都是应付别人 所以我们常常在表达的时候会可能表理不一 那但是自己不要这样 可是我们对于人家所说的话 我们不能完全地相信 我们要想到他可能表理不一 好 再来是第二个特性是相互沟通的间接性 就是说个人常常会用间接暗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意思明白讲 我们就会说 我觉得像比方说男女朋友 他们在交往当中 比方说这个有一方生日快到了 对不对 于是走到街上逛街 我生日要是有人送我这一顶帽子好了 我一定很高兴 这是什么 间接暗示 那也许对方说那你生日什么时候 什么人家问了生日 换句话说 可能你就知道你的这个间接暗示是有效 人家听进去了 这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很直接跟人家说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 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职场上 常常看到的是以退为进 像大家觉得薪水 我的薪水实在不怎么高 那我希望主管给我加薪 我就开始跟周围的同事讲 A公司找我 他们待遇还蛮高的 真的蛮令人心动的 那但是我又在这边这么久 我觉得公司对我很好 我也很喜欢这个公司 我也有点舍不得离开 这就有间接暗示 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是不是该加薪了 不加薪 我要走 那当然你要有你的高附加价值 否则人家听了 搞不好人家说 哇你要走快走 没给你减薪够好了 要有自知之明 第三个特性是需求满足的被动性 就是说我们要靠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好的 为什么 应该自己的需求尽量靠自己来满足 如果太多需要靠别人满足 就显示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或者自己的努力不够 这样同学能够体会老师意思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如果有一些欲望 那这些欲望是要靠别人来达成的 就显示自己的这些欲望 可能是不必要的 或者自己需要再努力 换句话说 应该将自己的自我要超越自己的本我了 好 在下面介绍的是角色规范的不等性 因为人际关系的建立 不是靠双方以平等的方式来对待对方 而应该是怎么样 分别履行各自在关系中的义务跟责任 这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在很多关系上 并没有说谁一定要怎么样 就像我们在交往上 像老师常跟自己的学生说 无论你是男的是女的 我们都不该觉得一定有哪一方要请客 这时候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彼此权力义务应该是对等的 我们一再说两性平权 那这就应该在落实在所有的事上面 所以说角色这个对应是需要注意的 好 在下面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人际信任的要素 人际信任的要素我们分成以下几个 第一个是可以预测性 可预测性 比方说准时 我们很多人他常常跟人家约会 不论跟同性或异性约会 他就是要晚到 那他晚到有的人是恶意的 怎么讲恶意的 我晚到代表我比较重要 我比较我在你们之上 那所以你们就是要等我 其实这是一个最不好的习惯 那有的人他不是故意的 可是他迟到 他也不道歉 也不解释 他觉得迟到就迟到 又不是我故意的 这样也是让人家不高兴 其实人难免会迟到 其实无论你什么角色 迟到了就是道歉 也不要解释 哎呀公车刚走了 或什么 我这路上塞车 没有任何理由 迟到你就影响所有人的时间 像老师在学校我们开会 我最不喜欢人家迟到 比方一个人迟到五分钟 你这五分钟 我们有二十个人才开会 你就等于耽误了一百分钟 这是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要养成准时的习惯 人静信任第二个要素是 可以依赖性 就是说我们要诚实 其实诚实并不难 但是很多人他为了面子 他不诚实 或者他就是觉得说 他诚实好像显示自己不好 他就会用一些谎话来说一些 不必要的谎话 而我们在说不必要谎话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掩饰自己说谎 常常要说更多的谎话 这样的结果什么 造成你都在圆谎 而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力 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用在自己的学习上 所以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最好的就是诚实 诚实才会让人家相信你 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好 人静信任第三个要素是情绪性 就是感情 我们常常就说 比方说AB两个人的关系很好 就会觉得是彼此信任 我们常常说 我跟他这么好 他怎么可能说我坏话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实在让我很难过 有没有 这其实就是因为人家信任 本来就有一部分是感情的层面 我觉得我们两个感情很好 但是也许对方不这样觉得 他觉得我们感情已经生变了 换句话说在感情好的时候 想法看法 当感情变淡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呈现了 于是他表达 对方表达也没有错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就是不理性 因为有感情的成分在 好 第四个要素就是坚信 例如被诈骗感情 却仍然相信他 这个是常常有的 对不对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在 就是交往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这个异性 或同性的交往 我们都会觉得 曾经有被伤害的感觉 那这伤害 其实有的时候 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那只是说 我们两个在感情上 是不合适做好朋友 或者我不喜欢 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跟其他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人际信任的四个要素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好 我们接下来看的是 人际关系进展 也分为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起始阶段 就像建立在义务跟责任的人际交往模式 就是起始阶段 我们跟别人交朋友 或男女交朋友都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彼此对对方都不会很多的要求或者期待 因为我们才刚刚交往 我们才是普通朋友 所以义务跟责任是很清楚的 那除非你有这个不实际的想法看法 那可能在起始阶段 很容易就被对方不信任 一般来说是少的 这因为刚刚开始 大家都很了解 都会遵守权利跟义务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工具阶段 工具阶段就是建立在互惠与互利的人际互动 这个其实这个在职场上是常常见到的 老师举一个也是真实的例子 一个主管 然后他的一个部署 其实这部署是他的学生 那他就觉得这个学生对他非常的好 就是常常会这个适时的提供一些小东西 看他饿了的赶快带来一些吃的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陪着他 所以这主管就会觉得说 这个部署这个学生不错 所以日后有机会他就提拔他 提拔他升迁做一个小的主管 这就是互利互惠 这在人际之间常常见到 可是大家不要认为 从此之后都很顺利 我们在互利互惠之后 还是会有变化 比方老师刚刚讲的例子之后 可能这后来他升了小主管之后 他觉得这个主管利用性不大了 他去巴结更高阶的主管 那让这个主管就觉得说 这个自己是被利用 原来他是这么现实的人 有没有 所以说在每个阶段 事实都是可能有变化 不可能说一定是起始阶段 工具阶段就继续下去了 常常会走到回头路 当比方说这主管发现 原来这个自己的这个学生 是这么现实的 可能他就会开始回到起始阶段 对不起什么事 大家公事公办了 也不再去对他做特别的提拔 第三个阶段就是感情阶段 那建立在相互付出感情 诚心 关心 照顾对方 那以换取对方的信任 这就是我们 无论是两性的交往 或彼此的同学 或者朋友的感情 都是一样 我们在这一个阶段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觉得你是我的知己 你是我的知音 我们在各方面都可以分享等等 这就是在人际信任的 最好的一个阶段 是感情阶段 所以老师讲到这边 也许大家觉得 我们人生追求的 就是感情阶段 老师要告诉同学 绝对不是的 为什么 因为这还是建立在 别人的帮忙之下 你才能到这个感情阶段 我们应该是靠自己 所以换句话说 当然需要朋友 需要人家给你一些支持 但是大部分时间是靠自己 如果你只是靠着一些旁门 左道去巴结逢迎等等 即便到了感情阶段 最后可能会回到原点 因为你没有实际的能力 跟知识 好 再下面跟同学介绍 人际关系与人际信任的发展 好 我们传统的社会 是以亲属或者忠诚做基础 很强调义务跟责任的承担 但是我们今天更重视 人际关系的技能 换句话说 现在人际关系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虽然是通试课程 但是选修的人数都是最多的 像老师开人际关系的课程 都是马上就是一下200人 最后只好用抽签决定 为什么 每个人问他们 为什么要选人际关系 他们都说 我希望自己的人际关系能变好 为什么希望人际关系能变好 当然他知道 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羡慕人际关系好的同学的便秘性 好 第二个 人际信任是在实际交往之中建立的 两人关系的主要内涵就是亲密度 那两人生活经验重叠越多 关系也就越亲密 双方的信任也就越多 换句话说 我们大家常常在一起 就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就两个人常常在一起 彼此相知相惜 就会重视这些 那就也会觉得是彼此信任 你不会出卖我 我也不会出卖你 就是这个部分要谈的 好 在下面跟大家介绍是人际关系跟人际信任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来看这个表 最左边的是发展的阶段 刚刚说有三个阶段 起始阶段 工具阶段 感情阶段 那在起始阶段 信任的来源就是义务跟责任 对 刚刚开始嘛 那信任的方式呢 老实 所以刚开始一个老实人是会获得大家的信任 那信任的行为呢 依礼而行 对 我们刚刚开始一定都是很注重这表面的 那信任的进展呢 知根知底 换句话说 我们就会很重视对方的各种表现 对方表现好 我们就会继续跟他交往下去 如果对方没有依礼而行 他没有注意自己的权利义务 我们就不会跟他发展下去 这就是起始阶段 好 再下来是工具阶段 那工具阶段的信任的来源就是互利互惠 刚刚已经讲过 那信任的方式呢 就是诚意 那诚意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在行为上 这个诚意是要斟酌付出 那信任的进展呢 是知人知面 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说了 诚意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把自己的诚意 过分了 就是说让人家觉得很矫情 那这时候反而会有反效果 怎么讲呢 因为你已经到了矫情的阶段 你最后怎么办 你就很困难了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对你的这个人际关系 是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是要斟酌付出 好 再下面是感情阶段 感情阶段就是要待人如己 换句话说是诚心 那信任的行为呢 是全心付出 那信任的进展呢 是知己知心 在这个部分 我们希望大家 不要认为说已经 我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 已经是知己知心 我们是全心付出 所以我要有所回馈 当你有这个期待 你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感受产生 所以说换句话说 操之在己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 我们讲人际信任跟人际关系 希望适时运用 好 我们这边到这里结束 各位同学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托